南投县光辉岳府学会 今天上午由理事长陈世卫带领30位会员及干部 在议会简报室召开会员大会 针对要举办的古典诗词嘉年华活动进行讨论后 由县议员曾正言陪同参访议事厅及资料馆 陈世卫理事长感谢何议长及曾正言议员的安排参访 十分用心给予肯定 县议员曾正言也是 光辉岳府学会的理事 他欢迎对吟师有兴趣的乡亲 踊跃加入学会培养气质 南途邮局局长陈乐明 也出席今天上午的会员大会 他感谢何议长及潘副议长的用心安排参访及招待 议长何胜峰肯定南投县光辉岳府学会 对提倡传统诗词吟唱的用心 学会理事长及会员一行人 则感谢何议长的盛情款待 参访议会 让他们对议会议事运作更加了解外 也感觉宾至如归 记者王水仙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